這邊呢要來說明我們群發的內容呢 你如果不要文字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圖片來做設計 那這個圖片的話呢 你首先的話必須先把這個圖呢 透過這個編輯的方式 就是你到內頁呢 隨便找一頁去編輯它 然後上傳 然後去查到這個圖檔的路徑 看是放在網 這個實際上呢 你在網址的在哪個地方 的路徑這樣子 就會一個連結嘛 那你有了圖片的連結之後呢 那我們就到後台裡面 原來是文字 那你就把它加上這個 那個HTM的語法 就是我圖片呢 的路徑 那後面呢 這個就是你圖片 在網路上的路徑這樣子 那你這樣子呢 Mail出去之後 就會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己設定圖片了 那這一張的尺寸的話呢 你大概可以設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 我沒有設定說 它的寬跟高 所以它寄出去的時候呢 它就是你圖片多大 它就是多大這樣子 所以以這張的話呢 它是寬780 高2034這樣子 那這個可以自行去試試看哦